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接下來來到就是 這個張專輯面對團員們 譽為就是 最難記的一首歌 因為它就是每一個段落都 就長得一樣 那這首歌叫做 西羅陽 然後是我寫這個 就是雲林的那個西羅鎮 那這首歌它是一個 就是我寫的 它是一個傳統的民謠體 就是 就是 民謠體ballot B-A-L-L-A-D 就是在一個 就是西方的民謠裡面 它是一個 就是 標準的一個曲式 就是 每一段的學歷都是 一樣 因為我幾乎不變 然後就是 就歌詞不一樣 對 所以就學歷會一直重複 那就是為什麼我覺得 就是用這樣的一個 題材來寫 這樣的 西羅這樣的小證 還蠻適合的 然後開始要為西羅寫歌的時候 就一直在想說 欸 是不是可以抓出它的一個 什麼樣的特色 然後 後來我就 算是一個比較 國語的表達方式 就是 加上它是一個 綿的而長 就是綿長很長 就是西羅是那個 台灣最長的西 左嘴西的 就是 南岸 南岸 然後北岸就是那個彰化 然後南岸就是西羅這樣 所以桌水吸水很長 然後那個西羅 有很多的西瓜 豆皮也很長 然後西羅老街 就是非常有歷史文化也很長 然後遠東以前 就是遠東最大的那個西羅大橋 也是一個很長 對 所以我就一直不斷的 在說綿耳長這樣 然後到最後面 就是有點像大河唱的 一個段落這樣 然後 今天這個天氣那麼很重 就 我面長大家 你們如果 好 今天等一下 聽了可以攻擊唱 就是 最後面是那個 嗯 西羅西水綿耳長 然後西羅歷史綿耳長 西羅大橋綿耳長 然後西羅文化綿耳長 然後西羅文化綿耳長 西羅西水綿耳長 西羅歷史綿耳長 西羅歷史綿耳長 洗落大橋面的長 洗落文化面的長 洗落溪水面的長 然後歷史 洗落歷史面的長 洗落大橋 洗落大橋面的長 文化洗落文化面的長 作詞 洗落溪水面的長 作詞 洗落溪水面的長 文化熊熊高聲不流而下 文化奔向海口呀 文化海口的就是洗落溪 洗落溪水面的長 西瓜感甜的清香 新鮮書在河間有工程 起了心水綿綁 起了迷失綿綿的照 沿著空間裝飾複雜 起看無數河中留子堂 那不然今我的喜愛唱 起了迷失綿綿綿綿綿的照 起了迷失綿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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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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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